2009年的一个深夜 北京电影学院附近一个偏僻小巷子内 一辆奔驰商务车的车帘紧闭 52岁的顾长卫和一名女子共处一个小时 不久后两人的照片被曝光 顾长卫事件轰动了整个娱乐圈 作为正宫的蒋门利雍容大方 轻轻挥一挥手这事就过去了 吃瓜群众们倒落个围卷 然而这事真的过去了吗 1978年 原本在铁路工人俱乐部做检票员的顾长卫 在国民厂当工人的张艺谋等等 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 一起成为七八班摄影系的学生 前些年 曾有人问顾长卫考上北电之前 到底结婚了吗 人家对外宣布的事当然没有 但是有人将1978年学生档案在网上曝光 顾长卫的资料中写的是已婚 呃 这是真尴尬 资料真假 咱们无从考证 但顾长卫认识蒋文丽时 32岁 蒋文丽才20岁 在那个年代 若说没结婚 顾长卫应该算得上是导演圈 晚婚晚遇第一人了 在她成为知名大导演前 一直是陈凯歌 张艺谋的御用摄影师 如果不是蒋文丽的出现 她可能永远也不会做导演 年幼的蒋文丽无意间在杂志上看到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广告 用一段惊艳的表演杀出重围 成为1988北影表演系学生 在此期间 她看着张艺谋和发妻分手 和龚丽初双入队 又看着陈凯歌和发妻离婚 搭上金圈权贵子定 心里自然不免心吃神亡 此时的蒋文丽花样年华 正值落落大方的年纪 和师兄王全安 你浓我浓 还没有顾到什么事 1989年顾长卫的生日 张艺谋陈凯歌邀请了北影的众多师妹前来庆祝 不知道算不算是罪翁之意不再久 就在这一次的生日会上 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蒋文丽一眼 顾长卫自此便难以忘怀 对于蒋文丽有男友这件事 顾长卫压根不介意 也不放在心上 男未婚 女未嫁 只要没结婚 大家都可以追求 就此顾长卫开启自己的翘墙角之路 要说这老天爷都站在顾岛这边 1991年王全安被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 和蒋文丽开启了异地链 这段时间顾长卫送礼送资源 当时顾长卫正是电影霸王别姬的摄像 申请个演员空缺还是能做到的 据外界传言 顾长卫亲手将霸王别姬这个好资源送上 在剧组嘘寒问暖 潜移默化 等到电影播出后 蒋文丽便和王全安正式分手 和顾长卫谈起了两岸 并火速步入婚姻殿堂 顾长卫也终于追上了哥哥们的步伐 有人说啊 当时的蒋文丽之所以选择顾长卫 也是为了娱乐圈的人脉资源 若是其他导演们没有那些真爱 估计也轮不到顾长卫 在丈夫的帮助下 蒋文丽迅速走红 接到了许多好资源 一举夺得了飞天奖 精英奖 金鸡奖 最佳女主角奖 事业红火 步步高升 然而随着妻子的火速发展 顾长卫却举步为奸 原来 她眼瞅着身边人的成就 自己也想试试能否一飞冲天 可惜折腾了好几年都一无所获 还得靠着蒋文丽养家糊口 直到2003年电影《孔雀》 顾长卫大胆启用新人女演员张敬初 电影播出大受欢迎 顾长卫算是转型成功 与此同时 她和张敬初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 据传两人还经常相约亚马路 对于这个传闻 蒋文丽自然也是有所耳闻 不惜带着一岁多的孩子 去拍摄现场监工 知情人称 蒋文丽还动手打过张敬初 对于第三者嫌疑人毫不留情 不惜动用人脉 想要封杀张敬初 有些观众可能已经发现 明明张敬初的演技这么好 怎么在2010年之后 就销声匿迹了呢 其实这跟导演太太团 脱不开关系 只不过没了张敬初 还会有别人 2009年 顾长卫再次传出绯闻 有人拍到顾长卫 开着高档商务车 在这神秘女子 进入了一条胡同 事情曝光后 二人因此大吵了一架 后来顾长卫低头道歉 面对丈夫一次又一次的背叛 蒋文丽对顾长卫彻底释放 但终究还是选择了原谅 依旧维持着夫妻关系 两人共同出现的时候 看起来似乎很恩爱 却颇有几分貌合神离的意味 尤其是蒋文丽与黄轩的维闻 似乎更是从侧面 印证了双方的真正关系 2010年之后 顾长卫的事业屡脏不顺 指导的几部影片 皆是反应平平 养家的责任 几乎都落在了蒋文丽的身上 有句话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夫妻关系中同样是用 虽说两人没离婚 却多少离了心 在此之后 蒋文丽力捧工作室的男演员 毫不掩饰对他们的欣赏 原本就心虚地顾倒 对妻子的事自然不敢多问 小编猜测 很有可能在某门事件后 双方达成了一种默契 互不打扰 力致上 当时 有蒋文丽家族控股的公司中 顾长卫 蒋文丽 顾长卫堂哥 都是公司股东 2016年的时候 已经上市的某影视公司 预计收购蒋文丽夫妇的家族公司 如果收购成功 众人分分钟变成亿万富翁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夫妻合体 似乎并非难事 相信放在大家身上 也能做得更好 谁还不是个打工人呢 而蒋文丽和男演员的绯闻 更是印证了 她和顾长卫的真实关系 这一年 黄轩签约经纪公司 遇上了师姐蒋文丽 两人携手出演电视剧《女人帮》 戏里 年轻的方格爱上了圣女朱丽 戏外 有关两人姐弟恋的消息 甚嚣尘上 也许是为了再去前缘 也许是为了共赢 这一年 蒋文丽 黄轩 再次合作电影《白相》 影片中 双方又一次上演姐弟恋的故事 2014年 蒋文丽在大连拍摄电视剧《爱情最美丽》 黄轩被媒体拍到前去探班 等到该剧播出 网友却没有发现黄轩的任何角色 因此 黄轩被认为和蒋文丽 关系亲密 不管是不是真的 但那几天 蒋文丽确实活力四射 年轻不少 而绯闻过后 黄轩的资源忽然间变得多了起来 电影 电视剧一步接着一步 探班 果真香 顾长沛还得出来力挺蒋文丽 不知道顾导心中是个什么滋味 其实这样的关系 在娱乐圈中比比皆是 爱情底下包裹着利益 就算没了爱情 也难以分开 也许就是这样的基础支撑着 至于其中滋味 只有当事人能体会 好了 本期视频就编到这里了 喜白文年年有 套路从不变更 我是传奇君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